台东卢凯族最近多了一位很特别的新族人 他是荷兰驻台办事处代表胡浩德 因为300年前荷兰人到台湾的时候 曾经跟卢凯族人有过流血冲突 不过300年之后 台东卢凯族头目不但是送上了配刀头饰 还跟荷兰代表喝起了连杯酒 希望300多年前的恩怨一笔勾销 喝着小米酒一杯又一杯 荷兰驻台代表胡浩德穿着卢凯族传统服饰 入籍台东达鲁马克部落 胡浩德入籍卢凯族不但头目亲自帮他戴上头饰 还带他进主邻屋象征都是一家人 还送上他配刀 胡浩德开心得到配刀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300年前荷兰人到台湾 台东卢凯族达鲁马克部落曾杀死多名荷兰人 300年后却在众人见证下杯酒敏恩仇 荷兰以前300多年曾经有过 然后我们只是听了一个传说 然后有这个事情 后来现在最好这个荷兰代表 他也愿意这样去做 然后他曾经激过激怒 他也是卢凯族的族群 胡浩德也回送了象征荷兰航海文化的帆船 跟卢凯族头目开心的喝酒跳舞 向约明年风年纪再见 历史的恩怨情仇也在欢乐气氛中一笔勾销 明日新闻李渔和台东报导